今晚有空吗 出来一起吃个宵夜 宁夜打算速战速决 今晚就见面 吃个宵夜 然后散伙 到时候就跟老妈说 这女孩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一类 就可以交差了 好呀 那就九点钟可以吗 地点你定 到时候联系 女孩回答 行 就九点 敲定了这事之后 宁夜便从自己的虚拟背包里 拿出了一个东西 就是在海谷地宫里 那名叫做江贝的画家 交给宁夜的新型挂坠 这个挂坠宁夜仔细地看过了 他本身已经有些许的破损 在挂坠里有一张很小的照片 照片已经模糊 像是被海水给侵蚀了 只能依稀看到 照片上的人是一个女孩 她应该就是尤亚吧 是江贝的心仪的女孩 宁夜有点好奇 这个尤亚长什么样子 他想去照相馆 问一问那里的工作人员 是否可以将这张照片进行修复 妈 原来就在我们家对面的那家照相馆 怎么关门了 宁夜又走下楼 问在厨房里忙活的柳寒窗 去年就关门了 说是生意不好做 怎么了 你要去照相了 那女孩问你要照片了 那也不用去照相馆这么正式吧 来 妈给你照 柳寒窗兴致勃勃的 就要从厨房里冲出来 不是我要照相 我就是随便问问 宁夜说道 害羞了 哈哈 你是看上她了吧 那女孩真的很不错 长得也水灵 你就去照相馆照吧 正式一点也好 给别人一个好印象 我知道有一家照相馆 照出来的照片可好看了 你表弟拍的结婚照 就是在那照的呢 地址我发给你啊 好 拿到地址 宁夜出门 打个低视 不一会儿就到了照相馆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一位工作人员迎了上来 你们这儿可以对这照片进行修复吗 宁夜问道 可以的 我们有这项技术 能给我看看您的照片吗 工作人员问道 给 宁夜将挂坠里的照片取了出来 哦 损坏得有些严重 工作人员一看 眉头皱了皱 能修复吗 应该可以 但可能会与原相有一点出入 你的这个照片 很多地方模糊度太高了 我们试一试吧 工作人员回答 行 什么时候可以搞定 宁夜问道 不需要多久 但是我们老板不在 只有他能修复你的这张照片 我可没这个技术 这样 你留个电话 什么时候弄好了 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来取 好 宁夜留下电话 离开照相馆 晚间8点30分 宁夜出门 出门之前 柳涵窗千叮咛万嘱咐 说跟那个女孩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要有礼貌 要多主动说话 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堆 总之 看得出老妈对这个女孩是非常满意的 宁夜自然是满口答应 然后一出门就把老妈的话 忘个干干净净 跟那女孩在微信上联系了一下 两人约在尔月市一家网吧见面 嗯 没错 就是网吧 是那女孩自己说 要在网吧见面的 宁夜当然是无所谓 这女孩据说也是个喜欢打游戏的人 能够约宁夜在网吧见面 估摸着 也是想跟宁夜 以游戏的方式来认识认识 也算是符合两个人的身份吧 这样的见面 反而对于宁夜跟这个女孩来说 都显得比较有诚意 女孩先到了 在一家名为尔月的网咖 302包厢 宁夜到了之后 开卡 问了网管包厢的位置之后 便朝着包厢走去 说来 宁夜也挺久没去过网吧了 现在这个年代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电脑 去网吧的人逐渐减少 愿意去的 那都是跟一帮朋友一起 一个人去网吧这种现象 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现在网吧的配置也很高端 有盘面对网咖提供的服务 也是相当不错 这家尔月网咖 就是高端网咖之一 宁夜找到了302包厢 发现门没关死 就是虚掩着 宁夜推门而入 这个包厢面积还挺大 像是一个小型的卧室 还设有干净的床铺 以及桌椅沙发 配备单独的卫生间 窗外便是霓虹遍地的大街 风景居然还不错 包厢里一共就两台电脑 此时 一个竖着双马尾的女孩 正坐在一台电脑面前 戴着耳机 专心置置的上份呢 宁夜走过去的时候 发现她正操控着阿卡丽 一个帅气的大招 表里沙撩乱 带走对方残血维克托 Pentakill 屏幕上显示了霸气的标志 五杀 一波团战豪取五杀 队友纷纷扣出666 打了大龙上高地 拔掉门牙 结束比赛 厉害 宁夜拍了拍手 这个女孩的操作行云流水 手速极快 明显是个游戏高手 跟你比如何 女孩脱下耳机 转过身来看着宁夜 卧槽 怎么是你呀 看着宁夜如花的女孩 明显惊呆了 这不是太平公主木瓜星灵吗 居然是这个小爱的小萝莉 怎么不能是我 木瓜星灵调皮的吐了吐舌头 你 你跟我相亲 明显简直不敢相信 对呀 你妈妈可喜欢我了呢 你也是耳约式的人 可你怎么会认识我妈呢 巧合咯 你妈跟我妈最近在工作上有合作 我妈把向业务外包 给了柳阿姨所在的会计事务所 接触多了就认识了 他们两个成好姐妹 那无话不谈 谈着谈着就谈到儿女 然后你也知道了 你未娶我未嫁 那不得撮合撮合 我本来是压根没兴趣的 但柳阿姨给我看了你的照片 那我立刻就有兴趣吗 你可是跟我拉勾了 加入了对抗 见女人联盟的阵营哦 木瓜星灵微微一笑 在失落的比岸花这个游戏里 明显的确是与木瓜星灵拉勾了 原来是你把我给叫回来的 我说我妈怎么火急火燎的让我回家 哎 这世界可真是小啊 明显无奈一笑 小城故事多吗 既然我们都是同一座城市的人 那渐渐变认识认识又怎么了吗 刚好 我跟你在一起 还能有理由不回家了呢 这样 我参与就神的游戏就比较方便了 免得我妈整天说我鬼混 找不到人 木瓜星灵打的是这个算盘 你也参与了精英选拔赛吧 明显问道 对啊 积分都有四分了呢 你呢 木瓜星灵问道 我也参与了 目前积五分了 明显回答 五分了 那你可真厉害呀 从失落的比岸花这个游戏 我就看出你不简单 所以我想跟你做朋友 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呀 木瓜星灵说道 精英选拔赛是随机匹配队友 怎么一起 可以不打选拔赛吗 你已经有五分了 可以说是稳定年后的神秘活动了 精英赛你不打也行 换其他的游戏试试 木瓜星灵说道 直接说你的目的吧 你肯定已经想好了吧 宁业问道 希希 没错 我想好了 在尔约市 有一个救赎之路的委托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接 木瓜星灵说道 什么难度 不算太难 我给你两个选择哟 第一个选择 你帮我一起完成这个救赎之路 那人家可以考虑做你的女朋友哟 木瓜星灵撩了撩自己的马尾 做出一个可爱的表情 直接说第二个 敏业想都没想 直接跳过第一个选项 干嘛呀 你不考虑一下吗 我怎么着也算是个美女吧 就这么没有吸引力 木瓜星灵小脸一拉 显得不悦 现在我打一个就神的游戏 少说也能赚个百万左右 你觉得花个一百万 什么样的妹子我找不到 敏业挑了挑眉 跟她算一笔账 哼 我这样的你就找不到 我才不稀罕你的臭钱呢 木瓜星灵冲着宁业 做了个鬼脸 你 喝 宁业忍不住 瞥一眼木瓜星灵的胸 你往哪看呢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德行 木瓜星灵气呼呼的 知道男人都是一个德行 就别提什么做我女朋友了 直接谈钱多好 宁业笑道 我可告诉你 你妈可喜欢我了 我也很擅长讨长辈的欢心 指不定以后 我就你是老婆 现在给你机会你不要 以后 你妈让你追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好好地 木瓜星灵居然用柳寒窗来威胁宁业 你说我老婆 就你这 我怕将来饿着孩子 而且你操心的有点多 我追你 只怕是没这个可能哟 说正事吧 酬劳是什么 宁业问道 怎么就饿着孩子了 不能喝奶粉吗 木瓜星灵怒了 说酬劳呢 美女 哼 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酬劳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一个大单子 接了你一定不亏 这样 明天我带你去见见当事人 你当面跟他谈 你想要什么酬劳你 直接告诉他 如何 木瓜星灵说道 行吧 宁业想了想 决定答应 本以为这次回家 可能直到过年 都不会有机会 参与救神的游戏了 顶多就是去鬼街逛一逛 没想到把宁业叫回来的 居然是木瓜星灵 他也就是救神游戏的老玩家了 这俩人凑一块 而且还是以相亲恋爱的名义 那就有大把机会打游戏了 你愣着干什么 开机呀 咱俩双排 一起玩玩 木瓜星灵催促道 行 你哪个去的 宁业开机 在木瓜星灵旁边坐下 一驱 什么段位 黄金段位 啥 黄金段位 你炸鱼呀 宁业一愣 难怪拿了个五杀 原来是低分段啊 我这不好久没完了吗 先打 打黄金段练练手感 行吧 我也挺久没打了 自从进入了救神游戏世界 宁业的确是很久没玩过网络游戏了 木瓜星灵也是 你打什么位置 木瓜星灵问道 我都可以 都会一点点 宁业说道 那我们就走下路 你玩AB 我辅助你 可以 玩个硬斧吧 见面就干 我要玩奶妈 木瓜星灵直接就选了索拉卡 玩这个干嘛 现在这版本 奶妈不强势 你是绝活哥 不 我就要证明 我也是三六D 奶粮十足 宁业跟木瓜星灵打牌位 打到了凌晨一点 休息吧 养足精神 明天带你去见一见客户 木瓜星灵打了个哈欠 睡一袭来 行 你就在这睡吧 我继续玩会 好久没打峡谷了 宁业手痒了 我本来也没打算回去 那个 我在这里睡 你不会趁机 对我动手动脚的吧 木瓜星灵 做出警惕的样子 宁业转过脸 一本正经地 对木瓜星灵说道 放心 你很安全 你 我怎么感觉 你在羞辱我 木瓜星灵咬牙切齿 没有的事 宁业摆了摆手 哼 那我去睡了 去吧 木瓜星灵 在厕所里洗了把脸 又跑出去 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里 买了两只一次性牙刷跟牙膏 洗漱完了 便躺在包厢里的床铺上 裹着被子 开始刷手机 宁业可没工夫搭理他 继续玩游戏 一把游戏结束 扭头一看 木瓜星灵已经睡着了 睡着了 嘿嘿 那机会就来了 嗯 趁着他睡着了 那不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 偷偷的开大号上分啊 带着他 可太拖自己的节奏了 小娘们总算是睡着了 那不得自己脱摸上点分 开玩笑的 宁业直接进入东部鬼街 鬼街的任务完成 被去交任务了 顺便在月来客栈 吃个宵夜 这事可不能耽搁 在月来客栈 吃了宵夜之后 明夜便去找灵老鬼了 现在灵老鬼见到宁业到来 似乎也已经习惯了 他笑眯眯的 从长椅上坐起来 然后问也不问 直接就伸手 这是默认宁业 已经完成了委托 是这个吧 明夜把自己拿到的 那一串木灵珠 交给灵老鬼 没错 就是这个 灵老鬼满意的收下 奖励呢 明夜也直接伸手 这次的奖励呢 没什么好多做介绍的 就是两张史诗进击卡 灵老鬼将一张卡牌 递给明夜 史诗进击卡 明夜接过卡牌 查看了一下卡牌的效果 所谓史诗进击卡 就是可以将任意一张 稀有阶段的卡牌 晋升为史诗阶段 果然 这次的奖励 的确是不需要过多地介绍 效果简单粗暴 那 这是这次的委托 祈福令牌带上吧 要求你在任意鬼舞 难度以上的游戏中 取得满分即可完成 灵老鬼迫不及待地 把祈福令牌交给明夜 我的武器 锻造进度如何了 明夜接过令牌 放入背包 短则半月 长则一月 你的武器一定能够打造成功 灵老鬼回答 那就行 按一月来算 那也差不多是在年关左右 算是给我一个过年的礼物吧 明夜说道 这段时间 我得出一趟远门 估计不会在鬼街待着了 如果你的任务完成了 我还没回来 你直接去找尹姑娘吧 我已经跟她说好了 灵老鬼说道 这是她的委托 明夜问道 对 顺便提醒你一下 这个月还没过完 你想要打榜的话 得抓点紧哦 六爷的攻势可是很猛的 灵老鬼黑黑一笑 别逗了 我才不去打什么榜呢 我又不是土豪 明夜摆了白手 你虽然不是土豪 但你有本事啊 我相信你的 可别给人家洋人抢了头筹啊 灵老鬼说道 算了 我不凑这个热闹 你刚才说你要出远门 你不是说你们都是死人了 不能离开这里吗 明夜好奇地问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能离开黑市 但又不是不能离开鬼街 黑市这么大 鬼街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当然可以去其他地方走走 你刚才也说了 年关将近 我也有事忙啊 灵老鬼回答 行吧 那我如果完成任务了 就去找尹姑娘 也顺便看看 这位被你吹嘘成天仙一样的女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明夜说道 保证你不会失望的 灵老鬼黑黑一笑 但愿吧 哦对了 我能在鬼街过夜吗 想在这里休息一晚 宁夜问道 当然可以 就去月来客栈吧 那里有一间专属于你的厢房 行 宁夜今晚打算就在月来客栈过夜 天字一号包间里就有床铺可以歇息 到了包间 宁夜窝在干净暖和的被褥里 看着这两张刚刚从灵老鬼这里拿到的史诗晋级卡 毫无疑问 这是两张强力的提升卡 那么给拿两张卡牌使用呢 目前宁夜的四张卡都已经是稀有阶段 七星关卡是不能提升的 因为一旦提升到史诗阶段 那么就无法通过七种力量来晋升了 鬼卡的血脉觉醒度达到了75% 很高的一个觉醒度 把史诗晋级卡用在鬼卡这里 显然是有点浪费了 那么就剩下另外两张卡了 狼人卡与九号卫兵卡 就这两张卡吧 这两张卡的血脉觉醒度低 晋升成为史诗阶段最好 直接使用 狼人卡的效果如下 名称沃尔草原的邪悦狼王 阶段 史诗 属性 继承白狼的所有能力 且所有能力得到强化 新增技能 邪悦暴杀 以强大的物理攻击撕碎空间 打出恐怖的破空斩击 新增技能 肢体重塑 除头颅之外 邪悦狼王的任何部位 在断裂之后都可以重新生长出来 新增技能 效悦 被动 在有月光的夜晚 狼人的整体实力增强50% 血脉觉醒度 1% 信息 这是一只来自于沃尔草原的狼王 在草原上已经建立起了足够的威望 成为了一名实力强大的王者 9号卫兵卡的效果如下 名称 聚博士实验室9号卫兵 阶段 史诗 属性 可获得9号卫兵的科技与装备 进阶 所有科技得到继承与更新进化 并与禁区之网产生紧密联系 同步解锁禁区之网的黑科技 血脉觉醒度 1% 信息 聚博士实验室的卫兵之一 拥有聚博士研究出的高级剧系列的科技装备 禁区之网的黑科技也得到了解锁 多了不少科技手段 这两张卡的噤声让宁业的实力大涨 睡吧 起来还得见客户呢 宁业闭上双眼 进入梦乡 不知道是不是包间里的檀香 有特殊的注眠效果 宁业这一觉睡得可太舒服了 当宁业醒来的时候才早上7点 他专门订了一个闹钟 7点响 宁业是差不多凌晨2点左右睡觉的 到7点只睡了5个小时样子 按理说应该感到困倦才对 但宁业却是倍感精神 觉得这一觉睡起来 自己那是神清气爽 起来之后 走到楼下 客栈的老板又很大方地 给宁业准备早餐 这可是可以增强实力的早餐 宁业也不客气 吃完之后 到了谢 便离开了鬼街 回到了网咖的包厢 木瓜心灵还在睡梦中呢 宁业也懒得叫醒他 直接开机 继续上风 早上10点 木瓜心灵柔了柔心松的睡眼 从被子里探出脑袋 看见宁业仍旧坐在电脑前 专心地打游戏 喂 你不会是 打了一个通宵游戏吧 木瓜心灵的声音 还带着一股子睡意 嗯 宁业点了点头 不是告诉你 今天要去见客户吗 没事 我精神得很 木瓜心灵低头 看了看被窝 你居然真的忍得住 没对我做什么 就单纯地打了一晚上游戏 游戏就那么好玩 木瓜心灵不敢相信 你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宁业笑道 哼 才没有呢 我去洗漱了 去吧 10点半 两人走出网咖 木瓜心灵开车来的 上车之后 直奔目的地 他已经跟对方 约好了见面地点 尔约是一共有多少 名救神游戏的玩家 宁业问道 不算太多 61人 木瓜心灵回答 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当然认识啊 我们平日里 还都保持着联系呢 这61个人中 肯定也有高手吧 你为什么不找尔约是的高手 跟你一起打救赎之路 反而舍尽求远 找我 两个原因 第一 我已经说过了 你也很厉害 而且因为我妈跟你妈的关系 机缘巧合之下你回来了 那我就找你试试 第二 我们尔约是的人 已经打过这个救赎之路了 不止一次 但全都失败了 木瓜心灵说道 失败了 音业一愣 对 失败了 这是一个双人参与的救赎之路 尔约是一共有六个人打过 但他们都失败了 救赎之路失败的后果是什么 你也该知道吧 木瓜心灵问道 救赎之路失败的后果 就是会遭到 与发起救赎之路的人 同样的审法 有六个人失败了 那么就是说 尔约是里有六个人 也遭到了与发起者 一模一样的审法 现在您也知道 为什么木瓜心灵说 这是一个大单子了 有六个人失败了 这六个人也遭到了 一模一样的审法 那要怎么解除呢 很简单 这六个人的审法 不需要一个个的去解除 直接把审法的源头 也就是发起者的审法解除了 这六个人的审法 也会一并解除 看似只打了一个人的救赎之路 其实是救赎了七个人 如此 任务的难度会提升 而且是牵扯到了七个人 那报酬就肯定也要涨 这就不是一个人的价钱了 失败后的审法是什么 审夜问道 梦魇 被审法的人 在一天之中 只有半个小时 可以拥有清醒的状态 其余的时间 统统将陷入恐怖的梦魇当中 无法醒来 这种惩罚 简直就是把人给废掉了 我们耳约式的人 已经不敢接这个委托了 害怕自己也失败了 变成一个一天 只有半小时清醒的废人 木瓜心灵说道 哦 这个审法挺惨的 那可得好好谈谈价格了 审夜笑了笑 七个人啊 这次的酬劳 一定少不了 十点四十分 抵达目的地 一栋别墅 审夜跟木瓜心灵进门 开门的人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这人的精神状态 看起来很差 面色苍白 眼窝深陷 瘦得几乎都快成皮包骨了 头发乱糟糟的 一双充满了血色的眼睛里 早已经没了光泽 呆滞无比 错 男人将审夜跟木瓜心灵 引进客厅 坐在了沙发上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 给你提到的高手 来自于凌罗氏的玩家审夜 你们谈谈吧 木瓜心灵说道 你不谈 审夜看着木瓜心灵 我已经谈好了 如果成功了 他们答应付给我三百积分 木瓜心灵说道 三百积分 就是三千万 我的时间有限 每天这个时候我才是清醒 再过十五分钟 我就又要陷入 那该死的梦魇之中了 闲话不多说 这位新来的朋友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展示一下你的游戏数据 男人点上一支烟 猛吸一口 可以 审夜将自己的游戏数据展示出来 虽然审夜打游戏的次数不算多 但那一排满分的数据 特别是鬼舞难度的满分 看的这个男人 那是瞪大了眼睛 高手 绝对的高手 求求你 救救我们 男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看他那样子就知道 他已经被神法折磨得快崩溃了 起来 你这样 我怎么跟你谈 审夜将他扶起 好好 我们谈 你要什么 我可以把我有的一切都给你 包括那六个人 我可以代表他们做出决定 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男人激动地抓着审夜的手 那说说吧 你们还有什么 审夜淡定地问道 我们 我们加起来 还能凑出150积分 我知道这不够 我们还有一些装备 还有房产 车子 我在家外还有一块地皮 都可以给你 男人说道 救神的游戏 可以让人一夜暴富 也可以让人失去一切 眼前这个男人 显然已经被神法逼到了绝路 我不要你们的房子车子 审夜摇了摇头 那 这个 这是我在某会所的高级会员卡 里面还有大笔钱财取不出来 你可以拿去 好好享受 里面的服务超棒的 男人又拿出一张精致的会员卡 卧槽 我也不要这个呀 审夜带住 就是 他连我这个大美女都看不上呢 木瓜心灵补了一刀 那 那 那还有什么 男人狠狠抓住了头发 用力道甚至都扯断了一撮 有卡牌吗 用钱都买不到的那种 审夜提示了一下 卡牌 你是收集者 男人问道 对 审夜也不隐瞒 有有有 我有这个 男人又跪下了 然后双手奉上一张黑色的卡牌 看到是卡牌 男宁夜瞬间就来了兴趣 结果一看 绝金卡 契约卡的一种 救赎之路失败多次之后的特有产物 签订之后 可以与收集者达成主仆契约 签订契约的人 将成为收集者的绝金仆丛 绝金仆丛 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 成为该职业之后 提升实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挖宝 每一次挖到有价值的物品 实力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挖宝所得的物品 将自动上交给主人收集者 当上交的物品累积到一定价值之后 绝金仆丛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绝金仆丛一个月 最少进行30次挖宝活动 少于这个次数 则会因为懒惰而遭到救神的惩罚 绝金仆丛可以继续参与救神的游戏 但只能获得积分奖励与装备奖励 不会获得实力上的提升 绝金卡最多签订7人 一旦签订 则在救赎之路完成之后 直接生效 居然还有这种卡 最多签订7个人 这要巧 明夜看到绝金仆丛的人数限制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是巧合 这张卡 是那6个人在救赎之路里都失败之后 就神才又寄给我的 就神的意思是 想让我们拿着这张卡 找到一位实力强大的收集者 来帮助我们解除神法 而我们则是要签订这个绝金契约 成为仆人 这不是我们特有的卡 不管是谁发起的救赎之路 只要当救赎之路的失败人数超过 或是达到7人之后 就神都会发一张绝金卡给当事人 用绝金卡来吸引高手 为我们打救赎之路 相当于是 卖身了 男人解释说道 哦 这样啊 明夜明白了 您看 这样行吗 男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当然行 只要你们签了 这个救赎之路 我就帮你们打 明夜爽快地答应下来 哎 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卡 我也想要仆人啊 木瓜心灵不爽了 这个卡只有一张 而且你也不是收集者呀 男人说道 对哦 该死的 木瓜心灵叹了口气 签吧 签了他 我立刻就打 明夜说道 我先签 然后你去找其他六个人 他们一定也会签的 男人第一个签订了契约 行 那我们就走了 看着男人已经签订了契约 明夜拖着木瓜心灵 火速离开的别墅 然后去找另外六个人 这六个人在一天之中 清醒的时间不同 明夜跟木瓜心灵 只能一个个等 等他们清醒之后 签订契约 这一弄 直到晚上九点才全部签完 搞定了 明夜看着契约上的七个签名 得意一笑 别高兴得太早 万一你也失败了呢 木瓜心灵轻哼了一声 对于明夜有仆从他 没有这件事情 他已经耿耿于怀一整天了 我失败了 你也得失败 咱俩可是一起的 你这我干什么 明夜哈哈一笑 我 呸呸 我瞎说的哈 木瓜心灵立马无嘴 不啰嗦了 你准备好了吗 咱 开打 明夜问道 早就准备好了 那 来吧 12月1号 天气 晴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挂在苍穹之上的太阳逐渐膝下 阳光从车身位置爬到了车窗户 照在了正在睡眠当中的宁夜脸上 或许是赶到了刺眼 宁夜迷离呼呼地醒了过来 睁开眼 看到的是白蓝相间的车座 这是宁夜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正在一辆长途汽车上 汽车平稳地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感受不到一丁点的颠簸 窗外 是连绵起伏的山峰 景色秀丽宜人 车内的乘客都坐满了 得有34人吧 此刻是下午 又在长途旅程当中 大部分人都已经打起了瞌睡 憨声伴着发动机的轰鸣 这扰人的声响 现在进成了美妙的摇篮曲 这是游戏里的场景 宁夜知道 她跟木瓜星灵已经进入游戏了 那他人呢 就在宁夜旁边坐着 也睡着了 脑袋都靠在了宁夜的肩膀上 还流了一些口水 这小萝莉的睡相可不太好 宁夜暂时没有叫醒木瓜星灵 她先看了看系统页面 没有发现就神发来的邮件 游戏暂时还未给出任何的指示 接着 宁夜摸了摸衣服与裤子的口袋 想看看身上是否有游戏内的道具 特别是手机 在左边口袋里 宁夜还真就摸到了一个手机 手机的解锁密码 就跟宁夜在现实生活中的手机密码一样 宁夜直接打开 把手机里的各类通讯APP 比如微信QQ之类的 初略的了看一遍 朋友圈啊 工作群 空间什么的 宁夜主要是看看自己这次 在游戏里扮演的角色的信息 五分钟后 宁夜对自己的角色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而这个角色 跟宁夜自己本身的职业 竟然十分相似 在这个游戏里 宁夜的角色 也是一个职业带练 专门打游戏的 有的时候 还会参加一些小型的线下电竞活动 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游戏达人吧 宁夜经常在朋友圈里 发一些与游戏相关的内容 视频图片文字都有 在宁夜的微信好友列表里 也发现了木瓜心灵 宁夜给他的备注是故一 这是木瓜心灵的真名 木瓜心灵在游戏里的角色 也跟宁夜一样 从事游戏这一行 做的是职业解说 两人是一个圈子的 算是朋友 手机里的信息 大概就这些了 没有发现 与这次游戏相关的东西 在摸摸另一侧的口袋 又找到了东西 一封黑色的信函 打开一看 这是一封邀请信 某款游戏的主办方 邀请宁夜 参与一个名为 说谎者的线下游戏 游戏开始的时间就是今天 12月1号 晚上8点开始 地点在天宇市 看到这封邀请信 宁夜就知道自己 搭乘长途汽车的目的是什么了 应该就是 去参加这个名为 说谎者的游戏的 木瓜心灵 也就是顾一 应该也跟宁夜一样 收到了主办方的邀请 俩人是朋友 又住在同一座城市 便结巴而行 哎 醒醒 宁夜推了推顾一的头 嗯 这是 哪儿 顾一睁开眼睛 一脸茫然地看着宁夜 擦擦口水先 宁夜笑道 啊 我流口水了 不会吧 顾一一愣 接着立马一吸溜 并舔了甜嘴唇 我肩膀都湿了一大块了 你说呢 我刚看手机说 今天在天宇市 有局部小雨 可居然是大晴天 还以为天气预报不准呢 没成想这局部小雨 局部在我这儿啊 宁夜逗了逗顾一 乱说 哪儿就湿了一大块了 顾一急忙看了看宁夜的肩膀 发现宁夜在夸大其词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 宁夜拿起自己的邀请函 在顾一的面前晃晃 这是什么东西 邀请函 你应该也有 翻翻看 哦 顾一在自己的包包里翻找例下 找到了一张 跟宁夜手里一模一样的邀请函 说谎者的游戏 什么意思 顾一看着邀请函 不明所以 去了就知道了 宁夜哪知道是什么意思 下午四点半 宁夜跟顾一抵达天宇市 按照信函上给出的地址 两人打车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栋建造在一片绿荫地上的 如同一座古堡一样的建筑 完全的西方风格 古堡的顶部还挂着一口大钟 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下午五点 古堡的门口 站着两位西装革履的高级保安 见到宁夜跟顾一的到来 这两人便抬手示意 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给 宁夜跟顾一将邀请函递了过去 欢迎宁夜先生跟顾一小姐 参与我们这次举办的线下活动 现在请你们配合我们 完成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完成之后即可入场 导安微笑着说道 什么游戏 宁夜问道 请你们随意撒一个谎 只要让我们觉得那是谎言 你们便能入场 导安说道 说谎 顾一一愣 对 说谎 什么谎言都可以 导安说道 这顾一有点茫然 他看向了宁夜 想听听宁夜怎么说 这还不简单 撒谎是吧 行 我的谎言是 我是个女人 宁夜很快就说了一个 显而易见的谎言 OK 宁夜先生可以入场 导安点了点头 就这 那我也来 我是个男人 顾一立刻就接上了话 没想到这话说出来 两名保安居然迟疑了一下 你们那是什么眼神 凭什么迟疑停顿啊 顾一一下子就冒火了 不就是平凶吗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为国家省点布料 不好吗 抱歉 顾一小姐也可以入场 两名保安立刻低头表示歉意 哼 这还差不多 宁夜哈哈一笑 跟顾一一起进入古堡 进入古堡之后 首先看到的 就是一个宽大豪华的殿堂 此刻 殿堂内只有一个人 一位漂亮的穿着女仆服饰的女人 欢迎两位来到罗森古堡 现在请你们到二楼书房 去见一见 举办了这次线下活动的主人 女仆微笑着 给宁夜故意指路 二楼书房 从这里上去是吗 宁夜指着殿堂左侧的旋转楼梯问道 是的 两人沿着楼梯走到了二楼 二楼的第一间房间 就是书房 门敞开着 宁夜跟顾一直接进入书房 书房的面积很大 里面摆满了书架 书架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书籍 在书房的最里侧 一张干净整洁的书桌前 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想来 这个人就是举办此次游戏的主人了 你好 宁夜走过去 与这老头打了个招呼 你们好 我是此次活动的发布者 劳伯 也是罗森古堡的主人 欢迎你们的到来 你们有15分钟的时间留在书房里 可以在书房里随意走动 也可以与我交谈 15分钟之后 你们必须离开 劳伯说道 啊 什么意思 宁夜没搞懂 现在你可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很快你就会明白了 劳伯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 行 那咱先唠唠 你说这个游戏是你发起的 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 还有谁参加 宁夜问道 除了你们两人之外 还有另外四人参与此次的游戏 其中两人已经在这里了 另外两人则是还没来 劳伯回答 这四个人是谁 宁夜接着问道 你不认识他们 说了你也不知道 游戏什么时候开始 等人齐了 自然就开始了 还有两人没来呢 那我们只能等 对 你们也可以在书房逛一逛 游戏还没开始 宁夜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于是 他跟顾一就在这宽敞的书房里 四处看看 1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时间到 劳伯提醒宁夜他们该走了 根据劳伯的指示 宁夜跟顾一来到了 二楼的另外一个区域 也就是书房的隔壁 这是一个面积较小的房间 装修陈设比较简单 在房间的中心 摆着一张黑色的圆桌 圆桌旁设有六张椅子 其中两张椅子上 已经坐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都是年轻人 宁夜并不认识他们 除了这两个 坐在桌位上的年轻人之外 还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袍的人 在游戏尚未开始之前 玩家之间禁止交流 黑袍人说道 搞什么神神秘秘的 顾一小声地嘀咕一句 宁夜没作声 与顾一选择了座位坐下 在这个房间里 等待了大概15分钟样子吧 最后两名玩家也来了 是两个年轻的男人 宁夜也不认识 这两人入座之后 六位玩家全部到齐 OK 所有玩家都已经到齐 那么 我宣布说谎者的游戏 正式开始 你们所有人都在书房 见过古堡的主人劳伯先生了吧 那现在 我要给各位玩家公布一个消息 就在刚才 我们发现劳伯先生死了 劳伯死了 当这个黑袍人 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不可能啊 我们两个刚刚从书房里走出来 离开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呀 最后进来的那两个人 立刻说道 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你一直都没离开过这里呀 最先到的那个男人 提出质疑 嗯 这个问题 先放一放 大家先进行 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黑袍人说道 接下来 就是自我介绍环解 最先到的那两个人 男的叫做李海 女的叫做王梅 最后到的那两个男人 一个叫做竹马 一个叫做和钱 大家都是受到邀请函来参与游戏的 也都是从事游戏相关的职业的 嗯 现在大家也算是 对彼此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刚才我说 劳伯死了 这当然不是真的 他还活得好好的 但请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他死了 而且凶手必然在你们六个人当中产生 请问 谁是凶手 黑袍人问道 谁是凶手 众人一愣 你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说出你认为 最有可能是凶手的玩家 黑袍人说道 那必然是最后进来的那两个人 其中的一个啊 我们先进来的四个人都见过劳伯 我们四个人离开书房的时候 他还活着 如果他死了 那么只能是最后进来的 那两个人动的手 李海分析说道 没错 王梅点头 似乎也只能是这样了 明夜跟故意也没意见 我们是凶手 不是 你这样搞 那凶手的确只可能是 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 最后进来的竹马跟和钱 也同样这么认为 哦 那请大家投票吧 投出你认为是凶手的那个人 所有人都要投票 可以投给自己 黑袍人说道 投票 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搞懂 麻烦你说的清楚一点 竹马一脸茫然的看着黑袍人 别紧张 游戏虽然已经开始了 但这只是一个演练过程 我只是让你们明白一下 游戏的玩法 投票吧 这不会有任何影响 只是演练 不定输赢 黑袍人解释道 投票的意义是 明夜问道 当某一个玩家被投的票数过半 也就是超过三票的时候 那么可以认定为 大家的投票是成功的 成功的选出了凶手 黑袍人说道 投票的时候 我们能交流吗 王梅问道 当然可以 黑袍人回答 那这就简单了呀 这样 我们都投竹马 竹马你自己也投自己 那就是六票了 我们成功了 李海建议 为什么投我呀 竹马有些警惕 都说了只是演练 你怕什么 反正不投你就得投何钱 你俩必然有一人是凶手不是吗 王梅说道 行吧行吧 投我吧 竹马想了想 王梅说的对 演练嘛 试一试无妨 大家统一投票 竹马自己也投了自己 他获得了六票 很好 大家的投票非常一致 那么 恭喜你们成功的选出了凶手 凶手就是竹马 现在 我需要告诉你们的是 虽然你们成功的选出了凶手 但获得游戏胜利的玩家 只有两位 获胜的两位玩家是 应叶先生以及顾一小姐 其余的四名玩家 通通失败 黑袍人的声音 忽然就变得冰冷了 啊 几个意思啊 不是我们一起投票的吗 为什么胜利的 只有他们两个 四名玩家 各个表示不理解 不只是他们 宁叶跟顾一也是一头雾水 听清楚了各位 此次游戏的规则是 如果你们选出了凶手 几某一个玩家的身上超过三票 那么获胜的人 就是宁叶先生与顾一小姐 如果你们无法选出凶手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玩家的身上超过三票 那么获胜的 则是你们四人 换言之 宁叶先生跟顾一小姐要赢 就必须选出凶手 而你们四人要赢 就不能选出凶手 如此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黑袍人说道 那也就是说 这俩人 宁叶跟顾一 跟我们四个 不是一个阵营的对吧 李海懂了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黑袍人点头 哈哈 这样吗 那我也懂了 竹马哈哈一笑 还有谁没明白我说的话吗 如果没有 那么游戏就要正式开始了 黑袍人环顾一圈 没人出声 大家都听懂了 快开始吧 再来一轮投票 这次我们一定赢 何前都等不及游戏开始了 很好 大家都明白了规则 刚才我说了 投票只是演练 那么 真正的游戏 要开始了 游戏的开端 当然不是从投票这里开始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宁叶先生跟顾一小姐 与你们为敌对阵营 你们另外四人要做的 就是阻止他们取得胜利 其次 为了重启游戏 我得对输了的人做出惩罚 这次 就先惩罚一个人吧 让大家也看看 输掉游戏的结果是什么 黑袍人说道 惩罚 什么惩罚 何前这话刚刚说出口 只见黑袍人猛地从腰间 拔出一把左轮 对着坐在何前旁边的竹马的脑袋 直接就开了一枪 砰 巨大的枪声 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大家呆呆地看着竹马 他的眉心上 已经破开了一个洞 鲜血正从血洞里流出来 他瞪大了眼睛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遭遇了什么 咚 竹马身子一软 脑袋重重地砸在了圆桌上 鲜血渗出桌面 死了 坐在竹马旁边的河前 脸上都溅满了血 啊 王梅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声 捂住自己的脸 浑身都开始颤抖了 河前跟李海 见到这骇人的一幕 也是吓得脸色苍白 六神无主 只有宁夜跟顾一比较淡定 因为他们两个是就神游戏的玩家 各类死亡的场面见多了 当新的一轮游戏开始之后 我还会给各位讲述 接下来的一系列规则 现在我就不啰嗦了 大家在游戏中体验吧 最后 我宣布 游戏重启 黑袍人冰冷的声音响起 随后 宁夜只觉得 眼前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 紧接着 他就发现自己 回到了这座古堡门前 古堡顶部的时钟 正好指向了五点 钟声 也在这一刻响起 游戏重启了 时间也回溯了 一切 又回到了宁夜跟顾一 刚刚来到古堡时的样子 在就神的游戏里 出现时光回溯这种事情 宁夜那是一点都不觉得稀奇 我们 回到了下午五点 顾一有点愣神 小场面而已 别告诉我 从来没有在游戏里 遇到过这事 宁夜淡定地说道 我还真没有 顾一摇了摇头 那希望你的第一次时光之旅 那两名保安人员 依然与之前一样 要求宁夜跟顾一 出示自己的邀请函 并且得撒一个谎才能进入 宁夜跟顾一 就按照之前说过的谎照着 说一遍就是了 我是男人 别迟疑 谁迟疑我揍谁 得到了再来一次的机会 顾一恶狠狠地警告 这两个人不准露出迟疑的神色 顾一小姐 可以进入古堡 保安说道 两人入内 在古堡的第一层 见到的依然是那个女仆 她提醒宁夜跟顾一 去到二楼见古堡的主人 劳伯 直接去到二楼 书房 书房的大门仍旧是敞开的 但这一次 当宁夜跟顾一走进去之后 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子 淡淡的血腥味 劳伯死了 她仰坐在书桌后的椅子上 脑袋搭了 胸前 油 把锋利的匕首 刺入了她的心脏 鲜血已经躺满了地面 看样子 已经死了有一会儿了 看到这个场面 宁夜依然淡定 天哪 她真的死了 顾一惊呼一声 宁夜没说什么 她走了过去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劳伯的尸体 除了心脏处的伤口之外 劳伯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也没发现有什么 挣扎打斗的痕迹 书桌上的物品摆放 也算是比较整齐 似乎是一刀直接毙命 劳伯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杀死 这时 就是内邮件发来 你们有15分钟的时间 待在书房内 15分钟后 请前往隔壁的圆桌议会室 与之前的那一次一样 还是15分钟 四处看看吧 看看书房里是否有什么线索 或者什么奇怪的东西 也注意一下 这间书房 与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次 有没有什么区别 宁夜说道 好 两人分头在书房里 进行了仔细地搜索 但15分钟的时间 明显有点少了 书房的面积很大 虽然摆放的大多都是书架书籍 但想要在15分钟之内 把这个地方来个地毯式搜索 是不可能的 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但宁夜更故意义无所获 时间不多了 宁夜看了看系统上的时间 只剩下5分钟了 书房太大了 时间不够 而且我也没发现 有什么异常之处 除了劳勃的死之外 顾一扶了扶额头 忙活了10分钟 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都没有找到 别找了 留点时间 咱们来试想一下 待会我们会遭遇到 怎样的一个情况吧 明显决定暂停搜索 待会 哦 是哦 如果一切重来一次的话 规则不变 那待会 我们岂不是又要投票 选出凶手 顾一问道 没错 因此我们得先想一想 待会会发生什么 宁夜点头 会发生什么呢 顾一反问道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那个黑袍人说 游戏重启 一切回到了过去 那咱们先搞懂一个玩家 进入罗森古堡的顺序问题 我们六个玩家分为三组 两两一组 第一组进入古堡的 是那个叫做 李海跟王梅的人 然后 第二组进入古堡的人 是我们两个 最后进入古堡的人 则是河钱 以及那位被杀死的男人 竹马 因为一切重启 竹马自然复活 我的想法是 第一组进入书房的人 他们也可以在书房里待15分钟 然后去到隔壁的园中议会室 接着就是 我们来到书房 我们也在这里待了15分钟 再然后 就是最后一组人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 已经是劳伯的尸体 那对于我们来说 杀死劳伯的人 就必然是第一组进入的人 也就是李海跟王梅 当第三组的人进来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 也是劳伯的尸体 但他们不知道 到底是第一组的人是凶手 还是第二组的人是凶手 这 没错吧 宁夜说道 没错 可即便第三组的人 不知道谁是凶手 他们也一定会指认我们是凶手 因为他们四个人是一起的呀 他们跟我们是对立的 顾一说道 不 在这个游戏里 谁是凶手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投票 我们取胜的条件是 起码有四票落到同一个人头上 他们取胜的条件则是相反 不让四票出在同一个头上 我们要集中票刑 他们则是要分散票刑 如果这个游戏没有新的规则出现 那么我们输定了 他们控制四票 只要他们把票都投给自己 那么我们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凑齐四票到同一个人头上的 宁夜分析说道 不一定吧 这里毕竟死了一个人 只要我们找出凶手 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投票自然是得投给凶手啊 顾一说道 是吗 那假设待会六个人都到了圆桌议会室 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直接承认我就是凶手 我都自报了 你觉得他们会投票给我吗 宁夜提出这样的一个假设 这 顾一迟疑了一下 没有新的规则出现的话 那投票就没有限制 即便你真的找出了凶手 拿出了确凿的证据 但人家就是不信 就硬是要乱投票 你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宁夜说道 那怎么办 顾一茫然了 边走边看吧 那个黑袍人说了 还有规则没有说完呢 这个游戏 总是要让博弈的双方都有取胜的机会才是 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 既然这个游戏出现重启这个玩法 那么 它一定不会只重启一次 看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迟早还要再来一次 宁夜笑了笑 五分钟时间到了 就神给出提示 强制宁夜跟顾一离开的书房 两人前往隔壁的圆桌议会室 在圆桌议会室里 李海跟王梅已经在等着了 他们坐的位置没变 跟上次一样 只是现在这两个人的脸上 早已经不如之前那般轻松自在 他们紧张 局促 不知所措 因为他们是这个游戏里的NPC 真正参与此次游戏的玩家 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宁夜跟顾一 其余四人 不是真正的玩家 宁夜跟顾一走到了圆桌旁 黑袍人依然站在那里 见到宁夜跟顾一来了之后 他还是说了一句 跟之前一模一样的话 二位请入座 也请保持安静 在游戏尚未开始之前 玩家之间禁止交流 两人都未说话 直接入座 大概15分钟之后 第三批玩家 也就是合钱跟竹马来了 这两人的神情 也跟李海王梅一样 满脸都是紧张 特别是竹马 他可是死过一次呢 这种诡异的线下游戏 他们从未参与过 人都来齐了 那么第二轮游戏 现在开始 第一轮游戏的时候 我已经宣布了一些规则 这些规则 我就不再重复一遍 大家都听过了 也都明白了 现在 我要对游戏的规则 进行一些补充说明 请各位仔细听 投票环节的时候 你们的发言 会有一个特定的顺序 不再是自由发言 当别人在发言的时候 其他人不得参与 也不能打断 发言的顺序 就是你们进入 圆桌议会时的顺序 李海跟王梅 可以第一个发言 发言结束 则轮到宁夜跟顾一 在之后 便是竹马与和谦 这个规则 各位有什么意义 现在可以提出来 黑袍人问道 我有问题 我想知道 是不是这次投票结束之后 游戏就结束了 顾一立刻举手问问题 当然不是 不过如果顾一小姐 跟宁夜先生 能够在这轮的游戏当中取胜 那么游戏直接结束 换言之 如果你们输了 那么游戏会第二次重启 进入第三轮 黑袍人回答 那 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顾一接着问道 自然不会 游戏总共限制十轮 十轮游戏结束之后 如果宁夜先生 跟顾一小姐仍旧未能取得胜利 则宣判你们失败 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 游戏失败的惩罚 二位心里很清楚 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黑袍人说道 明白 顾一点头 那我们呢 按照你的意思 我们四个人需要一直赢 直到赢下整整十轮游戏对吗 李海紧接着顾一的话 提出问题 没错 你们必须一直赢 赢下十轮游戏 如果在其中任何一轮游戏当中输了 那么游戏结束 获胜者 就是宁夜先生跟顾一小姐 而你们四个人失败的惩罚 我想 不需要我再演练一遍了吧 黑袍人摸出腰间的左轮 意思很明显了 那我想知道 我们获胜的奖励是什么 如果没有奖励 那我退出这个游戏 这根本就是在玩命 合钱的情绪稍稍有些激动 奖励肯定有 这个不需要你们担心 你们四个人如果赢下游戏 可以一共获得一百万的金钱奖励 因为是你们四人一起合力赢下的游戏 奖励自然也是平分的 四个人分 一人25个W 黑袍人回答 25万 呵 我没听错吧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参与这个游戏 赢下整整十轮 才能拿到区区25万 这样算 每赢一轮 我们每个人才拿到2.5万 可每一轮 我们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这不合理 这样的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 我不玩 我退出 合钱直接就站了起来 看样子是打算离席了 合钱先生想退出 完全可以 还有谁不想玩这个游戏的 现在可以提出来 我允许你们离开 这是合理的诉求 我不强制任何一个人参与 除了合钱之外 其余三人 甚至包括在第一轮游戏中 被暴头击杀的主码 都没有提出要退出 他们竟然愿意参加这个风险 与收益完全不对等的游戏 你们 合钱惊讶地看着另外三人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其实不想走 可话都说出去了 没人想应他 怎么办 这就像是买衣服砍价一样 100块的衣服 砍到50块 老板不卖 自己装作转身就走 以为老板会连忙叫住你 妥协了 愿意50卖给你 可现在的情况是 老板压根不打理你啊 尬住了 其他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目前的规则来看 只要投票没有限制 那别说是10轮 就算是100轮游戏 1000轮游戏 他们也赢定了 宁业跟故一 是没有取胜的机会的 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想投谁就投谁 在这种规则下 宁业跟故一 怎么可能会赢呢 必输啊 这25个W 不是白拿的吗 既然是送的钱 那就不嫌少了 我想问一下 现在的规则宣布完了吗 王梅问道 没有 黑袍人说道 那我可不可以 听完规则之后 再选择自己 是否参与这个游戏 王梅接着问道 这个女人显然比 和钱更加有耐心 在不确定规则 是否宣读完毕的时候 先不急着撒泼 可以 当我把规则宣布完了之后 你若想离开 随时可以走 但是规则宣布完了之后 你们如果愿意玩 那就得玩到游戏结束为止 中途 可是不能退出的 黑袍人说道 我懂的 紧接着宣布规则吧 王梅点了点头 该游戏名为 说谎者的游戏 既然是说谎者 那么就必然会有 说谎这个因素存在 在投票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机会发言 一旦有人说谎 且被抓住 那么就会有 不同的惩罚出现 对于你们四个人而言 如果你们当中 有人撒谎 被宁夜先生 跟顾一小姐抓住 那么说谎的人 他的票 就归宁夜先生 跟顾一小姐所有 对于宁夜先生 跟顾一小姐来说 如果他们撒谎 被你们四个人抓住 那么抓住 他们说谎的人 可以获得 五百万的现金奖励 宁夜先生 跟顾一小姐 一共持有五千万现金 你们四个人 可以在十轮游戏中 凭本式拿走 他们手里的 五千万现金 当然 现在是第二轮游戏 因此只剩下 九轮游戏了 黑袍人说道 这个规则刚刚说完 站着的河钱 立刻就乖乖坐下了 我还可以参加吗 我没离开这里 还算是玩家吗 河钱急忙问道 欢迎河钱先生 回到我们的圆桌游戏 黑袍人 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当这四个人 听到他们有机会 从宁夜跟顾一这里 拿走五千万的时候 他们的脸上 不再有之前的惊恐与焦虑 转而变成了一种 对金钱的狂热 各位都是些什么人 我心里很清楚 能够邀请各位参与游戏 那自然也是经过 选拔与考量的 你们都是些烂人 每个人都是债台高筑 欠了一屁股债四处躲藏 都是人人避之不及 烂泥服不上墙的赌鬼 博彩 打牌 赌博 各位可是样样精通吧 既然你们喜欢赌博 那么 我就给你们一次 好赌的机会 赢了 可以拿走大笔的钱财 也算是救了你们一命 否则 现在的各位 怕是要上天台了 这个游戏 是你们人生的转折点 要么赢 要么死 对于你们这种渣子来说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是吧 黑袍人冷笑一声 听了黑袍人的话 现在宁夜跟顾一 算是知道 跟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 这四个人是什么来头的 都是毒鬼 在搞明白了 这几个人的身份之后 宁夜便知道 这些家伙 为什么宁愿冒着风险 也要来参与游戏了 他们早已经是 输光了一切的人 是被逼到了绝路上的人 现在 我来引导你们继续游戏 请各位仔细看这幅图 黑袍人打个响指 在他身后的那面墙 就变成了一张巨大的屏幕 屏幕上 显示的是两张照片 照片里的场景 就是劳伯所在的书房 通过这两张 非常清晰的巨大照片 可以看到书房的全景 场景里 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死在书桌旁的劳伯了 这两张照片 拍摄于竹马与河前 离开书房之后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离开书房之后 书房所呈现出来的场景 就如照片所示 照片里呈现出来的内容 就是我们认定的事实 在这里我要提一句 关于劳伯的死 我不会给出任何关键性的线索 比如 死因 死亡时间 尸体上 以及胸器上的指纹等等 这一切线索 我都不会提供给你们 在讨论劳伯之死这件事情上 我不会告诉你们 任何通过尸检可以得出的结论 意思是 此案没有尸检这个程序 你们可以自行对尸体进行检查 但你们所供述出来的尸检结果 不一定会被认可 唯一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 就是这两张照片 你们能够从照片上看出什么 那就说什么 可以理解为看图说话 下面 请第一位玩家围绕着劳伯之死 进行自己的论述 在发言期间 其他玩家不能插话 否则视为游戏失败 当然 我此前也说过了 各位都可以在发言的时候 聊一聊与此案无关的内容 但不能太多 说太多与案件无关的话 我会发出警告 李海 你可以发言了 发言时间不受限制 再次提醒 从此刻开始 所有人不得随意插话 该规则 我不会再次重复了 请各位牢记 黑袍人看向李海 示意李海可以说话了 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可以稍稍提醒一下吗 李海作为第一个发言的人 有点不知所措 你可以从你进入书房的时候开始说 什么时间进入书房的 你在书房里 又看到了什么 黑袍人说道 哦 我是4点45分 进入罗森古堡的 进入之后 一位女仆告诉我去二楼书房 我们照办 到了二楼进入书房 跟我一起进入的 还有我的同伴 王梅 在书房门口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进入书房一看 发现死者 也就是劳伯 已经死在了书桌旁的椅子上 李海开始了自己的陈述 简单地将自己进入书房的时间 以及看到的场景说了一遍 你的意思是 你进入书房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是吗 黑袍人问道 对 死了 我检查过他的身体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鲜血也已经流满了地面 李海点了点头 那就是说 你不承认是你杀了他 是吧 黑袍人接着问道 不是我杀的呀 我进去之后 他就已经死了 李海急忙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好 接着说 黑袍人说道 接着说 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李海挠了挠头 如果你没什么要说的了 那就请说一句 我发言完毕 哦 我发言完毕 李海照着黑袍人的指引 说出了这句话 OK 有请下一位玩家 王梅发言 黑袍人伸出右手 用手掌示意王梅 可以接着发言 我跟李海是一起进入书房的 正如他所说 我们进去之后 发现劳果已经死在了椅子上 我们检查了他的尸体 认为致死的凶器 就是他胸口上的那把匕首 匕首刺入心脏 直接导致他的死亡 我们在书房里待了15分钟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 我跟李海一直都在搜索着 凶手是否有留下什么线索 但遗憾的是 没有任何发现 王梅的思路比较清晰 不需要黑袍人的指引 便快速地进行了陈述 说完了吗 黑袍人问道 没有 关于此案的话题 我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 我想谈一谈投票的事情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王梅看向黑袍人 当然可以 我说了 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可以谈论与案件无关的事情 但注意 不要一直说题外话 毕竟死了人 我们是来找凶手的 黑袍人点了点头 明白 大家听好了 游戏的规则已经宣布完毕 你们也都听懂了吧 在规则之内 每个人的票 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那么 在投票的时候 无论如何 请把票投给自己 竹马 和钱 还有李海 我四个人都把票投给自己 这样 应业跟故一 就一定无法取胜 这是必胜的方式 在此前提之下 我们再看看 是否有机会拆穿他们的谎言 拿走五千万 他们如果想骗票 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请记住 这个游戏 凶手是谁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投票 王梅的语气铿锵有力 把怎么玩这个游戏 才才能必胜的方法 都说了出来 够了 不能再聊题外话了 黑袍人警告一次 我发言完毕 王梅说道 请下一位玩家 宁业发言 黑袍人看向宁业 宁业暂时没有说话 他在思考问题 想了大概得有一分钟样子吧 宁业发现 好像不管自己怎么做 都赢不了 王梅说的对 这个游戏 谁是凶手一点都不重要 就算宁业拿到了 确凿的证据证明 凶手是谁 那也没有任何作用 投票的时候 他们想投谁就投谁 因为规则里 要赢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拆穿他们的谎言 就目前李海跟王梅的发言 宁业无法辨别 他们是否说谎 这两个人的发言也很简单 只说了 自己是什么时间进入书房的 然后就看到 死者已经死了 他们如果撒谎了 那么也只能在凶手 这件事情上撒谎 即是 人其实是他们杀的 但他们说自己一进去的时候 死者就已经死了 宁业需要证明 人不是在他们 进入书房之前就死了 而是他们杀了劳博 他们才是凶手 怎么证明 没有事件报告 甚至连现场都没了 现在摆放在宁业面前的 只有两张照片 而这两张照片 拍摄的时间 是竹马跟河前离开书房之后 这两位可是最后一批 离开书房的玩家 那么 照片呈现出来的内容 是六位玩家 都进入过书房之后的场景 六个人都可以在书房内 对书房的布置 以及尸体动手脚 从这两张照片里提取线索 那一定是混乱的 以照片为依据 来指证李海跟王梅 显然不严谨 如果照片拍摄的时间 是在李海跟王梅 离开书房之后 那还有讨论的空间 宁业想了想 决定先把规则试一试 我跟顾一是五点进入古堡的 进入古堡 直接去了书房 在书房的时候 我见到了老伯 他还活着 宁业停顿几秒 说出了一句 让众人为之一惊的话 连顾一都满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宁业 不明白宁业在干什么 他们进入书房的时候 老伯明明已经死了呀 我们与老伯进行了交谈 说了一些关于书籍的事情 看得出他是一个 非常喜欢阅读的人 我们聊得很开心 不知不觉 十五分钟就到了 我跟顾一就离开了书房 来到了圆桌一回事 我发言完毕 宁业说道 请顾一发言 黑袍人说道 啊 我 我 我这怎么说呀 那个 我一直都跟宁业一起行动 他说的就是我说的 俺也一样 我发言完毕 顾一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宁业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这轮发言只能滑水了 同时 伸出自己的小手 狠狠地掐了一下宁业的腰 仿佛在警告宁业 你下次要胡说八道的时候 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接不下去呀 宁业痛得字牙咧嘴的 一把擒住顾一的手 让他安分一点 顾一小姐 请不要攻击他人 警告一次 接下来 请竹马发言 黑袍人给顾一来了一张黄牌 我发言 行 那个宁业他撒谎 竹马一上来就指正宁业撒谎 理由 黑袍人问道 我跟河前是五点十五进入古堡的 也去了二楼书房 我们进入书房的时候 发现劳伯已经死了 宁业说他们离开书房的时候 劳伯还活着 这分明就是撒谎啊 竹马大声嚷嚷 证据不足 驳回 黑袍人冷声说道 证据不足 这怎么证据不足了 我亲眼看到的呀 竹马顿时就不理解了 说话的声音更大了 谁能证明你看到劳伯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黑袍人问道 我的同伴啊 河前可以证明 竹马指着坐在身边的河前 不行 都说了他是你的同伴 你们自然可以互相做伪证 黑袍人再次驳回竹马的说法 什么 这都不行吗 竹马带住了 当然不行 如果这可以的话 那么同理 宁业可以直接指证 李海跟王梅撒谎不是吗 宁业说他见到劳伯的时候 劳伯活着 但李海跟王梅却说 他们见到劳伯的时候 劳伯已经死了 这也是互相矛盾的 对吗 他们之中 必有一方在撒谎 但他们都无法证明 对方在撒谎 又或者 俩人都在撒谎 黑袍人说道 不是啊 我证明啊 我证明你也在撒谎 我看到劳伯已经死了 竹马还在据理力争 可是你也可以撒谎 你见到劳伯的时候 也许他还活着 是你杀了他 黑袍人淡定的反驳 我不可能撒这个谎 如果我撒这个谎 那就是说 我见到劳伯的时候 他还活着 那这就会与李海王梅的话产生矛盾 我怎么会与我的队友 说出不一样的观点 竹马说道 产生矛盾又如何 这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你不能证明 他们在说谎 而且 我从来没说过 队友之间不能被刺 队友之间有不一样的观点 很正常 黑袍人就捏死了 是否说谎这论点不放 不是 亲眼所见也不能当作证据 那要这么弄的话 我们谁都无法指证别人在撒谎 因为永远都无法看到别人干了什么 竹马表示不服 你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等到游戏结束了之后 再说这话吧 黑袍人冷哼一声 按照现在的发言来看 应叶跟李海 必然有一个人在撒谎 但 通过他们两个之中 有人撒谎这个观点 却无法证明 竹马不在撒谎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 更加吊诡的解释是 宁叶跟李海 都在撒谎 从上帝视角来看 可以知道是宁叶撒谎了 至于李海说的是真是假 那还不知道呢 劳勃 真的不是他们杀的吗 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宁叶跟李海都可以撒谎 是有这个可能的 该游戏的宗旨 可不是找出凶手 宁叶跟顾一如果想赢的话 就得让其他四人说谎 而其他四人想达到五千万 就得让宁叶跟顾一说谎 怎么让别人说谎呢 先故意把水给搅浑 然后再四季而动 撒谎的目的 不是隐藏自己凶手的身份 而是让别人 也顺着自己的谎言去撒谎 要做到这一点 很难 宁叶现在撒谎 是想试探一下 如果这么说了 那么竹马一定会指证他撒谎 而这个指证 是否会被采纳 事实证明 竹马的指证被驳回了 宁叶陷入了沉思 竹马的话说完了 轮到河前发言 河前的发言与竹马差不多 俩人都说自己进入书房 就看到劳伯已经死了 至此第一轮发言结束 这一轮发言 竹马 河前 李海 以及王梅都知道宁叶在撒谎 但他们却无法证明 宁叶在说谎 因为根据游戏的设定 所有的玩家都无法证明 自己说的话是真的 哪怕宁叶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他也无法证明 这就是事实 这个游戏 不会提供任何关于死亡的证据 六位玩家已经全都发过言了 当河前发言结束之后 李海看着黑袍人 表示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如果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 可以选择投票 黑袍人说道 行 那我投票 我投我自己 李海说道 李海投票完成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黑袍人说道 我也投票 投我自己 王梅也没什么要多说的 直接选择投票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轮到宁叶了 我投票 投给顾一 宁叶说道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接下来是顾一 他也把票投给了自己 再然后就是河前跟竹马 这两人也没什么要说的 统统选择将票投给自己 当六位玩家都完成了投票之后 这一轮的游戏便算是结束了 各位已经投完了票 投票的结果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我宣布这一轮游戏 宁叶先生跟顾一小姐失败 根据规则 游戏将再一次重启 你们将进入第三轮的游戏 游戏 重启 随着黑袍人的话音一落 六位玩家再一次回到了游戏的开端 宁叶跟顾一 又来到了下午五点 古堡门口 喂 宁叶 刚才发言的时候 你为什么说你见到劳伯的时候 他还活着 游戏重启之后 顾一立刻就询问宁叶 我就是想试一试 我这样做 竹马他们是否可以指证我说谎 事实证明这是不能的 那想要揪住别人说谎的把柄 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 宁叶解释说道 那这游戏该怎么取胜 要是一直这么下去 我们输定了呀 顾一有点着急了 你很着急 宁叶笑了笑 肯定着急呀 我们要是输了 那就会受到审法 我可不想变成一个 每天只能清醒半小时的怪物 顾一想到这个审法 那浑身都是一哆嗦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因为有人比我们更急 宁叶的神情十分放松 有人比我们更急 谁呀 顾一问道 先进去吧 在书房里聊 宁叶走向了古堡的大门 同样的规则 说一个谎 然后进入古堡 直奔二楼书房 书房里的场景 与第二轮游戏所见到的场景 是一模一样的 劳伯死了 死在了书桌旁的椅子上 一把匕首插在了他的心脏处 鲜血流离一地 还是一样的场景 看到这个 顾一皱起了眉头 不然你以为会有什么改变吗 宁叶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要是没有任何改变 那等会儿我们去圆桌议会市里发言 投票 其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他们是不会把票投给其他人的 都投自己 我们怎么赢 除非你能拆穿他们的谎言 可我真不知道这该从何下手 顾一抓了抓头发 显得有些暴躁了 淡定一点 事情总是会有转机的 你去帮我找一本书 看看这个书房里 是否有这样的书籍 宁叶在顾一的耳边 轻声说出了一本书的书籍名字 你怎么会要去找这样的一本书 顾一听了之后 完全无法理解宁叶的思路 快去找吧 时间不多了 宁叶没打算解释 行吧 顾一按照宁叶的提示 开始在书架上找书 宁叶则是走到了劳伯的尸体前 再一次仔细地看了看 这把插入他心脏的匕首 并且用手量了两匕首 所造成的伤口宽度 这把匕首比较特殊 比普通的匕首要宽一些 因此他造成的伤口也比较宽 大概得有将近12厘米样子 宁叶将尸体从椅子上搬下来 然后自己坐了上去 他开始想象自己 第一次见到劳伯的样子 那个时候 劳伯是活着的 他坐在这张椅子上看书 宁叶把自己想象成为劳伯 然后看向了书房的出入口 劳伯的死亡现场 几乎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足以说明 他对凶手是没有防备的 他见到凶手进入书房的时候 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会是谁呢 劳伯在见到宁叶跟顾一的时候 也表现得很淡定 似乎对于宁叶跟顾一的到来 一点也不意外 换言之 他对宁叶跟顾一也没有防备 想必 劳伯对其他玩家也是如此 这样的话 李海跟王梅 就极有可能是杀害劳伯的凶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李海跟王梅就撒谎了 他们说他们进来的时候 劳伯就已经死了 如此 宁叶就可以从这方面进行思考 找出他们撒谎的证据 就从现有的规则来看 这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没有事件报告 想要查明凶手是谁 可太难了 宁叶坐在椅子上 想了将近五分钟 没什么头绪 然后又把劳伯尸体搬回到了椅子上 他走到了书房的窗口 看向外边 现在是下午 午后的阳光洒在了干净的绿营地上 从窗子口这里看过去 可以看到有不少七八岁的小孩 在草地上嘻嘻玩闹 隔得最近的几个小孩 宁叶跟下面的几个孩子打招呼 叔叔 我们正打算玩老鹰捉小鸡呢 几个孩子露出可爱的笑容 哦 叔叔想问一下你们 那个房子的主人在家吗 宁叶指着远处的一栋二楼小洋房问道 那是我家 我妈妈在家做饭呢 一个小男孩回答道 是你家呀 那你可以帮叔叔一个忙吗 宁叶问道 什么忙 回家去问问你妈妈 她是否有注意到 我所在的这个窗口 她是否有看到这个窗口里发生的事情 宁叶说道 那我有什么奖励吗 孩子抬头看着宁叶 当然哟 你帮叔叔问了 叔叔就给你钱 拿去买糖果 宁叶微微一笑 好 那我现在就去 孩子一听有糖果吃 立刻就去帮宁叶这个忙 宁叶看着孩子们跑远了 跑进了那栋二楼小洋房里 这栋小洋房 正好跟书房处在一条直线上 相隔不过一百米 如果洋房的女主人有看向这里 那么 她可以透过书房的窗口 看到坐在椅子上读书的劳博 她是否看到了什么呢 等吧 等孩子们回来传话 宁叶没有继续待在窗口等待 而是继续在书房里进行搜索 其实没什么好搜的 因为这已经是宁叶第三次进入书房了 之前早就已经搜索过了 但现在宁叶知道 黑袍人会给出两张照片 照片拍摄于竹马跟河前离开书房之后 宁叶需要凭借自己强大的记忆能力 去记住现在书房里的一切场景 然后与黑袍人给出的书房照片进行对比 她要看看 她跟故意离开书房之后 竹马河前这两个人 对书房做了怎样的改动 他们在什么地方做手脚 宁叶尽量把书房内的一切事物 都耐入自己的脑海里 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就算宁叶能够记住 但时间也不够 她只能先记住一部分 然后在下一次游戏重启之后 再记住其他的部分 精神过于专注的时候 会忘记时间的流逝 15分钟时间到 请离开书房 就神的提示发来了 时间到了 宁叶跟顾一都是一愣 顾一没能找到宁叶说的那本书 宁叶也还没有完成对书房的全面记忆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 宁叶连忙看向窗外 恰好看到了那几个孩子 从二层小洋房里跑出来 他们应该是有答案了 但问题是 宁叶没有时间等他们了 时间到 宁叶跟顾一被强制请出了书房 在前往隔壁圆桌议会室的时候 宁叶给顾一说这么一句话 待会什么多余的话都不必说 直接投票 啊 为什么 顾一没理解 听我的就是了 行吧 两人进入圆桌议会室 15分钟后 河钱跟竹马也来了 第三轮游戏的发言正式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李海 他的发言与第二轮游戏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不再赘述 王梅也是一样 他的发言没有什么变化 轮到宁叶 宁叶的发言 相比于上次是有区别的 在简短的说明了 自己进入书房的时间 以及见到的场景之后 宁叶果断选择投票 我投票 投给自己 发言完毕 宁叶说道 这个发言一发完 李海王梅主马和钱这四人都愣住了 他们个个竖起耳朵听 想要从宁叶的话里找出破绽 证明宁叶在撒谎 可宁叶倒好 几乎是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说 而且在第一轮发言的时候 就直接投票了 投完了票 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发言的权利 也就是说 在这一轮的游戏里 宁叶已经没有发言的机会了 同上 顾一就更简单了 连话都不用编 直接照抄理一遍宁叶的发言 同时也投票 投给自己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黑袍人说道 啊 这就我发言了 竖马都没反应过来 这太快了吧 宁叶跟顾一的发言 一个字就可以总结 略 他先是交代了一下自己进入书房的时间 以及见到的场景 然后 他就开始聊题外话了 两位 你们是不想赢吗 这么发言 你觉得 你们有可能拿到其他人的票吗 我知道 你们不想让我们拆穿你们的谎言 但你们的发言 也不必如此保守吧 要都这么做的话 那你们是输定了 我们赢定了 你们得给自己创造机会 懂吗 竖马居然开始提醒 宁叶跟顾一 要大胆一点 否则怎么赢呢 题外话够多了 警告一次 黑袍人发出警告 我发言完毕 竖马说道 我说二位 你们是在摆烂吗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输掉游戏的惩罚是什么 但想来 应该也不会比死亡好到哪里去 如果你们想赢 就请配合一下 你们给点机会 说不定 我们就上当了呢 你们撒谎 我们拆穿 在言语之间的交锋过程中 你们也可以抓住我们的破绽 这个道理 我想你们应该也是明白的 我发言完毕 河浅紧接着竹马的话 再一次给宁叶故意敲响警钟 鉴于宁叶跟故意这种滑水式的发言 实在是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 第一轮发言过后 另外四人也纷纷选择投票 这一次的投票的结果 与上一次的一模一样 毫无疑问 宁叶跟故意再一次失败 黑袍人宣布游戏重启 进入第四轮 宁叶 大哥 我的好哥哥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再这么下去 我们要输了 古堡门口 故意扯住宁叶的衣袖 不让他进去 你又急了 说了别急 有的人已经比我们急了 你没发现 宁叶笑道 我发现了 他们想要钱吗 故意明白宁叶在说什么 对 他们想要钱 想要从我们手里 拿走五千万 但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 做出任何改变 一直都这么划水发言 然后投票 最终的结果 就是我们输 他们赢 可要是就这么赢了 对于他们来说 是绝对不甘心的 一人25万而已 杯水车薪 远远不够 他们还债的 他们都是赌徒 唯利是图的人 面对五千万的诱惑 他们怎能不动心 拿不走五千万 那么他们哪怕赢了 其实也是输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必须抓住 他们比我们急 但他们只能干着急 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不撒谎 一直划水发言 他们就一定拿不走这五千万 现在是第四轮游戏 我们的策略是 这一轮依然划水发言 快速过掉这轮游戏 进入下一轮 到了第五轮 游戏重启的次数 就已经过完一半了 他们会越来越着急 第五轮 我们甚至也可以直接过掉 进入第六轮 随着游戏越往后走 他们就会意识到 这五千万离他们也越来越远了 到时候就会产生变数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宁夜说道 变数 什么变数 故意问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一定会给出机会的 他们想要钱 但钱在我们手里 我们想要票 可票在他们手里 这已经构成了一个交换的前提 这是一笔生意 我们双方都必须给彼此机会 来换取一次好赌 谁能赢 就看谁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了 再一次进入书房 这次宁夜直接就走到了 书房的窗户口 然后让窗外 那群正在嘻嘻打闹的小朋友 去对面的二层小洋房里 问一问情况 上次是因为时间不够了 在还剩下十分钟的时候 宁夜才让小朋友去问话 现在一进门 宁夜就做了这件事情 时间应该是来得及的 故意也是直奔书架 接着找书 宁夜则是继续观察着 书房内的布置 把他映入脑海 十分钟后 那群小朋友回来了 叔叔 小朋友在楼下大声呼喊宁夜 听到声音 宁夜走到了窗户口 小朋友 你妈妈有告诉你什么吗 宁夜微笑着跟小朋友交谈 嗯 我妈妈说了 她在厨房洗菜的时候 看到了这里的窗口 小朋友回答 哦 什么时候 她看到了什么吗 宁夜问道 我妈妈说 大概是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 她看到劳伯爷爷 跟一个阿姨在说话 小朋友说道 阿姨 什么样的阿姨 宁夜接着问道 这个 小朋友咬了咬指头 你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是不是穿着一身 黑白相见服饰的年轻阿姨 长头发 很漂亮 宁夜提醒道 嗯 是的 我妈妈说 她是霍水 叔叔 霍水是什么意思啊 小朋友没听过这个词 好奇地问道 嗯 霍水吗 就是宁夜被问猛了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向几个孩子 解释霍水的意义 孩子们 姐姐来向你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霍水 现身说法哟 忽而 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 故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跟宁夜一起趴在窗台上 姐姐我漂亮吗 故意笑嘻嘻地问道 漂亮 小朋友齐声回答 哈哈 看到没 小孩子可不会撒谎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故意得意地用肩膀撞了撞宁夜 谁说小孩子不会撒谎 而且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群众里边那是有坏人低 宁夜白了故意一眼 哼 我可不信 而且我的确很漂亮啊 这就证明他们说的是实话 小朋友 长得像姐姐一样漂亮的女人 就是霍水哦 故意满脸自信地 说出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话 得 宁夜还真没见过哪个女人 会自称自己是霍水的 这平凶小罗莉 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 不应该呀 不是说凶大才无脑吗 难道她还能二次发育 别听她瞎说 霍水是什么 等你们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小朋友 你妈妈还有说其他的什么吗 宁夜真想把故意的嘴给捂住 这丫头熟悉了一点之后 性子倒是活泼的过分 没了 我妈妈洗了菜就去做饭了 哦 那谢谢你们啊 来 叔叔给你们钱去买糖果 宁夜从兜里摸出几张纸币 折成纸飞机飞了下去 给我也来两张 我折纸飞机可是一把好手呀 故意把手伸进了宁夜的兜里 摸出纸壁 开始折飞机了 折了一个飞机飞出去 然后 好死不死的这只飞机又飞了回来 而且 晃晃悠悠不偏不倚的 直接落在了顾一的胸口上 这 宁夜惊呆了 差点没笑出声 自动导航降落在最近的机场 看什么看 这叫Kiss Landing 软着陆懂不懂 顾一狠狠地瞪了宁夜一眼 把纸飞机又扔了出去 我也没说啥呀 宁夜双手一摊 表示无辜 咋就把气撒在他头上了 谢谢叔叔 谢谢阿姨 小朋友拿着纸飞机 第一时间没有离开 也没有去买东西 而是在草地上 把纸飞机丢来丢去的玩 或许在他们眼里 用钱坐的纸飞机 本身就是一颗甜美的糖果了 别折飞机了 机场都停不下了 大姐 死亡现场呢 正经点行不行 你找到那本书了 宁夜问道 当然找到了 那 给你 顾一将一本书递给宁夜 宁夜接过这本书 看了一下书的封面标题 是他没错了 本来宁夜也就是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让顾一去找找看 没想到 这里还真会有这种类型的书籍 我刚才听你跟那些孩子说 四点半的时候 劳伯跟一个女人在聊天 这个女人 应该就是在一楼 接待玩家的那位女仆吧 顾一问道 对 应该就是她 宁夜点头 如果孩子们说的话是真的 那证明四点半的时候 劳伯还没死呢 第一批进入书房的玩家 是李海跟王梅 他们是四点四十五分 进入书房的 如果在这十五分期间 劳伯死了 那么凶手应该就是这个女仆 如果劳伯没有死 那么凶手就是李海跟王梅了 对吧 顾一想了想 说出劳伯死亡的两种可能 没错 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宁夜赞同顾一的说法 那这位女仆 是在跟劳伯说什么呢 如果她是凶手 为什么会在跟劳伯的聊天过程中 直接就杀了她 顾一有点想不明白 凶手为什么杀死劳伯 这个问题我觉得 不需要我们去思考 至于女仆来找劳伯聊天 聊的是什么 我猜跟这本书有点关系 宁夜盯着手上的这本书说道 那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 一本宠物未养指南 书籍里介绍的是 饲养各种宠物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这间书房里 除了书籍书架之外 还养了一些宠物 应该是劳不养的 15分钟时间到 请离开书房 时间到了 宁夜跟顾一被强制请出书房 来到了圆桌一会市 15分钟后 竹马跟河前来了 现在是第四轮游戏 按照宁夜的策略 这轮游戏是要快速过掉的 因此 宁夜跟顾一的发言更为简短 根本不给另外四人 抓住他们说谎的机会 此轮发言 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 直接跳过 游戏的结果 当然是宁夜跟顾一再一次失败 进入第五轮 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四人已经开始着急了 第五轮游戏开始 在书房里的15分钟 宁夜做了一个实验 用很简陋的工具 粗略的实践了一遍 自己心里的推测 宁夜做了什么样的实验呢 这个 容后再说 从书房离开之后 来到圆桌会议室 15分钟后 六人到齐 第五轮的发言 正式开始 李海跟王梅的发言 与之前的并无两样 不再赘述 轮到宁夜了 现在是第五轮游戏了 一共十轮 那么还剩下五轮游戏 四位应该很清楚 如果这个游戏一直这么玩下去 你们拿不到五千万 我跟顾一也会输掉游戏 为了给我们双方都有赢的机会 因此 我想跟竹马先生谈一笔交易 宁夜将目光看向了竹马 警告一次 题外话太多 黑袍人发出警告 我发言完毕 宁夜说道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轮到顾一了 我们提出的交易很简单 待会 宁夜会说出一个很明显的谎言 竹马先生可以轻易地拆穿 然后拿走五百万 我发言完毕 顾一将宁夜的话补充了一下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到竹马了 什么意思 你们要故意撒谎 竹马有点茫然 他带着疑惑的眼光 看着宁夜跟顾一 但宁夜跟顾一无法发言 只能用微笑代替回答 行 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干什么 我发言完毕 竹马说道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轮到河前 故意撒谎 别逗了 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看他们铁定是有什么阴谋的 竹马 你可别上当啊 河前提醒竹马 别钻入圈套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河前也很好奇 他也很想知道 宁夜到底打算说什么 河前发言完了 又轮到了李海 李海这个人不善表达 直接跳过 王梅倒是若有所思 想了老半天之后 也没多说什么 又轮到了宁夜发言了 河前说我有阴谋 这话倒是说对了 但不准确 那不是阴谋 而是阳谋 我们自然是想赢的 想赢就必须做出改变 你们听清楚了 我的发言是 劳伯是我杀的 而且我杀死他的方式是勒死 工具是书房里的皮卷尺 我用皮卷尺套在他的脖子上 造成他窒息死亡 宁夜慢条思理的说出了一段 在前几轮游戏里 从未说过的话 这话一说 众人纷纷一惊 请大家看这两张照片 宁夜指着黑袍人身后的 那两张巨大的照片 接着说道 游戏的规则是 这两张照片所呈现出来的场景 是真实的 是不会存疑的 大家可以看到 劳伯的脖子上没有勒痕 如果是我勒死了他 那么他的脖子上 会出现明显的勒痕才对